這種三多商圈 這一間知名的百貨公司 看起來是個半圓形 但他旁邊其實這塊大的停車場 原本是要蓋103層的大樓 對啊 我沒有注意到 那一半到哪裡了 好像有聽說這邊要蓋 110幾樓的大廈 到85大樓蓋完之後 他們這邊都還沒開始蓋 百貨開業超過20年 外觀是半圓形 除了室內有停車場 室外還有這個超大露天停車場 對百貨公司來說其實很少見 因為這一塊地原本大有作為 1992年取得建造後 分別是要蓋一棟103層的辦公大樓 跟40層的旅館 拖了二三十年 都只當作停車場使用 眼看2024年7月建造到期 外界也關心業者會把建造作廢 還是繼續展延 因為當初號稱要挑戰 這個亞洲第一高樓103層 所以高雄那時候 大家也引頸期盼 但是後來整個經濟局勢 然後這個可能開發就不如預期 就一直停滯到現在 對 它應該期間已經延宕 展延很多次了 然後今年七月過期之後 可能就作廢了 記者實際向業者查證 截稿前還未回應 來看高雄市公告 2023年的土地限職 林雅區這棟百貨 每平方米要價58萬 已經蟬聯十年高雄地王 半圓形百貨就算無法成員 商業價值仍舊不容小覷 三連新聞劉安靜 慧山高雄報道